那么昨天是有一个小的破位 基本上破了几毛钱 大概可能两三毛钱 五毛钱 那么现在是有一个下行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短期的 它破掉了15分钟这个现行 我今天白天有同学问我到底黄金怎么看 反正两种看法 我也不知道这个市场现在是 它到底是觉得成熟没成熟 你说一个是说 它现在觉得散户的获利的这种欲望值 是否已经达到最高值了 而如果达到最高值 我觉得它会有一个针对性的行情 但目前看的话 现在好像市场没有统一 什么叫没有统一呢 就没有统一变成比如说今天 如果是大家准备回调买入的这种现象 没有被统一 所以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如果按我去选 一个是说觉得市场养的差不多了 开始要下跌了 或者做双头 一个是觉得还要再养 那么我还要再上破 如果这样二选一的话 我当然觉得我都要支持后者 就是他会继续上破 继续上破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所以那么做空的话 会有一点风险 当然你别跟我那个想法 我那个是一个长期单单 然后如果每日去做对冲 将来的话我会适当的时候把那个美日单子平掉 然后把那个利润全放回来到黄金这边来 所以就看市场的这个选择了 那么今天的话黄金有下跌 然后每日也有下跌 每日现在可能是变成略微的 就是说开盘和收 就是现在略微是一个上涨的过程 但是他在均线的压制上还是在一个 这个均线压制 所以还是空头的排列 黄金的话有反弹到下跌到15分钟均线以下 但是每日的话 现在还是在15分钟均线的下方 所以那么现在看的话 就是他今天会不会继续的下行 我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他下行到哪里 下行到哪里 我还真的 你说会不会跟黄金一样破掉前面的这个108这个低点 如果真的破了 那可能就直接下去 我建议还是看先不破它为好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做空 短线行为吧 不要吃肠 那去买入它 也不太好 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太好 所以还是最好观望一下 这段时间可能有些同学做了三四年 可能会觉得走得挺怪的 有些人私下来跟我聊了 三四年了 然后感觉这段时间的行情走得太简单了 其实不是他简单 是我们想复杂了 他为什么简单 就是走一个 比如说这个品种一走 然后就一个趋势就出来了 就是因为现在实际上是给一些新的人 要给一些新进入市场的人 信心 不能一上来就打击 你一上来就打击的话 他其实赔不了什么钱 他就离开了 那先给他信心 所以这段时间正好我觉得是 依旧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就是给一些人信心 让他们能够觉得自己在这个市场里边 能够赚到钱 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 再去走一些针对性的行情 所以现在的话 看 每日不适合去交易这个位置 多空都不太好 最好是等一下 等什么 要不就是等他拉升 然后等这个 他的一个上涨 然后等到上涨以后 他看他能不能破掉前面那个111的高点 当然我觉得114.37这个位置应该不会破 长远看我还是往下看 而且看的比较深 那么 之前在115的那个多单 现在还是有 我后来有看过一些平台的那个一些报告 就115上方多单还是有 所以最终我觉得他还是会运行到105.04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等待一下吧 看的明确一点 我会跟大家去讲 有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好 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连续着几件比较大的事情 一个是明天的英国的选举 然后到下周的时候 应该是下周 对 应该是下周的时候就出美联储的一期会议了 所以这都是很大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大家的话一定要做 还是那句话 还是可以选取一下规避 没必要非要去跟他去有一个想抗衡的一个想法 好 那说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真的要去做交易 该怎么做 实际上还真的没有太好的交易建议 这个时间点 欧元的话继续的一个 如果有空单可以持有到明天 或者是你觉得还有下跌的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比较难把握 就是说现在这不是开始有一个反弹吗 还有这个阴线吗 如果他看这个小时级吧 如果他小时级收完以后 他无法去回到一半的位置 那么他可能还要继续的下行 继续的下行 下行以后他会顺势就破掉前面这个低点 破到低点的情况下呢 就会去扫一些上方的1.12上方一些多单止损的 他能不能够破掉1.11呢 我觉得悬 所以可以做空的话 可以就目标点看到 这个点之下大概在1.170 1.160这个下方 我觉得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看太远 好吧 那么英镑的话 我还是建议明天等消息以后做破位的下跌 我觉得会有一个机会 如果他出消息 先拉上 再回来 我觉得你做破位空单会安全一些 所谓破位空单就是 如果这边不动 一直不动 因为其实从昨天开始也是不动的 如果明天出消息 回来 然后破位 反向破位 就在当时能看到的前面一个最低点 然后进行一个破位卖出 然后他不因为有好几个低点吗 都在一条线上 基本上 都在一条线上 差不多 所以他会连续的破一些止损位 然后就破下来 好 那他会挤压到1.2768的位置吗 就看后面的走势 我觉得有可能会破掉1.2768 因为我觉得1.2950之前讲了 1.2950 打到那个压力位 然后下行 破1.2768 然后也是他的买入点 也是他的买入点 那目前看的话 英镑和澳币的买入时机可能在前后 按我选择的话 还是选择澳币好一点 英镑次一些 英镑次一些 先不做去英镑 可以先去考虑去 作为一些 澳币的交易 好吧 这两个时间点可能在一起 好 那么 美加 美加的话 他运行实际上运行的是一个密集区 就是说他现在回到这个密集区的下边缘 刚好在下边缘 一点点 基本上在一起 25 这边也是 26 基本上25 26 那么这个地方还是有 看着像是有支撑的 好 小时机的均线 回到多头牌 然后的话考虑在回踩的时候去进行一个买入 或者是在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交易的方式是什么 可能太粗糙了 我就没法建议了 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下破不了 你可以考虑在左侧点去买入它 这个好理解吗 就说 因为这个是一个密集区 如果加个再打到这个密集区的下边缘 如果无法破掉 那么可以选取的是买入的交易 好 有人说 那我原油怎么办 原油如果万一原油上涨了 还是那句话 因为现在的加拿大的经济体 它过去是很依赖原油的 现在的话 会有一些行业会影响到加币的走势 就是有关房地产行业 我觉得会有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还是要小心一点 你说不要太过于的 我倒是建议 如果是真的想买入它 选取左侧点会比右侧点更好 就说什么意思 选取左侧点 比如说现在如果再回到一次 1.3420 如果你想买的话可以先买 因为前提的话 在1.338350个点 如果它1.338550个点 如果破下去了 你就认头亏损 如果不破 当然就是一个支撑 一个支撑的话 然后它就会再次打开一定的空间 好吧 这是每家 因为每个品种大家都有人做 然后像美元兑锐狼 锐狼的话 我建议还是说 可以再差不多回到 其实回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好的买入点了 而且这个和前提之间形成一个大概40个点 40多个点的一个止损空间也蛮好 然后就可以考虑买入吧 如果你想做锐狼的话 昨天也讲了 其实最好是昨天那个低点 刚好 但是它那个时间点太晚了 基本上应该到凌晨一两点钟了 如果你们是看盘看的比较的长时间的话 我觉得那个点你们应该有机会做到 因为国内一点多 一点过一点 应该有人能够做到 有人做到吗 锐狼这个单子 没有 没有 没关系 因为现在的话 其实现在是最麻烦的一点 就是交易品种选择 还是那个话 那么就是说欧元已经错过去了 就等一下 然后等第三个牛币 牛币走完了一段 然后就等澳币 澳币做空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延续性下跌 然后末端的时候 反手去买入它 就说这么一个节奏吧 其他的还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最近这段时间 美盘真的到美盘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黄金的话 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长期空单 可以持有 短期的最好 短期的最好 空单 自己 还是保守一点吧 就别太 别太激进了 因为可能还有上波的机会 好吧 其实现在这段时间 我是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的 就不知道市场下一步 它到底是对 资金 它是从什么地方介入的 我是希望它从 昨天的欧元 澳币上破以后 然后开始介入 但是目前看的话 实际上包括早 白天这个欧元的下跌 我也觉得它不是说资金量 资金的层面就是影响的 其实也是蛮正常的一个下跌 幅度也不是特别大 大概0.5左右 50个点左右 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 并不是很大 好吧 确实是没什么可讲的 没有什么明确的机会了 纽币的话 这只能等这些形态 我们都看一下 这些形态 其实来讲 真的没法英镑 澳币 这种品种 基本都是一个小时期的横向结构 当然欧元不是 当然欧元都是这样 白天就涨完了 连这两天都是一样 都是白天在涨 就白天下午开始涨 到我晚上解盘 解盘的时候 就这一波基本上涨完了 然后到昨天也是一样 昨天是上午10点涨 今天吧 上午10点涨 到我解盘的时候 也基本上涨了一个将近 0.7%左右了 所以还能没有 有什么样的空间 不好说 看不出来 所以今天干脆就不给你建议 扭币做空的人 已经做上的人 建议你们清仓 按左侧思维去做 因为右侧的话 这就比较麻烦 正常的话 最后会 10分钟这个几次 它上市没有破的 没有破的话 既然说是不应该做 但是你做上了以后呢 就今天如果再破 地点 跑掉吧 我看不准 这个地方 跑掉以后再说 然后如果是 它是欧元 下跌两天 然后它反弹 如果扭币再上破 再做空 好吧 剩下时间就给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没什么可讲的 就这样的 因为都是 基本都是横向结构 除了今天上涨的澳币 谢谢大家 歐棒 歐棒的話 怎麼說呢 昨天也講了 因為我覺得英鎊的話沒到那個 就是這個形態吧 昨天這個拉升 然後今天又是歐元下跌 但是現在一樣 要看後面的走勢了 到明天的話 隨意兩瓶 什麼隨意兩瓶 你是做多嗎 哦不是 你追的空單是吧 昨天還是今天做的 有點風險 真的 你要說它是有英鎊在嗎 因為有英鎊在這個事情 因為英國退後這件事情 可以講 如果這次大選以後 基本上就會有定論 到底退還是不退 因為本身 能以提前大選的意義 就是說讓人民選取 到底是選他一個退歐派 還是選不退歐派 就無非就是這麼一個意義 如果選他退歐 那就是會下行 如果是歐棒如果是怎麼講 如果是堅持退歐 那麼歐棒肯定是一個上漲的態勢 零八五下行 零點六八 還零點八六 沒看懂 哦對 零點八六八 零點八六八 就合併起來 就約略等於這個 我是建議不留 最好是離場看一下 因為目前看的話 還是說英國選取 沒以上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對 所以整體看的話 英鎊下行的概率也是大的 之前也講了 英鎊已經到零點二九五零了 那個位置 還有沒有走上星那一波 我覺得是沒必要 好吧 其他都沒有什麼問題 澳紐 澳紐 澳紐的話就這麼想吧 對 因為我剛才講了 我覺得 紐幣是 我覺得紐幣下行會早於澳幣 所以你可以澳紐的話 你可以做 作為買入 就是當 就是從短期吧 不是長期 長期的話 因為澳幣可能下跌也會有 他可能最後補跌 也許力度比紐幣還要強 所以紐幣未必能破前提了 零點六八那個點位未必能破 但是澳幣我覺得零點七三會破 所以從長的看的話 可能澳紐是會有一個變為一個下破 但是他所以就是一個先拉升後下跌的過程 澳紐就是先拉升 然後再下破 所以今天因為歐元上漲澳幣上漲 所以是先拉升了一下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再拉升 紐幣嗎 紐幣可能先再跌一輪 空間反彈的話 空間反彈的話 有可能還是比較高的 對 如果在上行有一個 100點到200點之間 比如運行到1.0650 這樣的位置 我覺得都有機會 因為紐幣如果先下行 澳幣先不下行 那中間又有一個時間差 這個時候的話 交叉盤的波動還是比 呃 支盤要大 假設 這個 紐幣對美元跌了100點 那麼澳紐 如果在澳幣不下跌的情況下 澳紐就要跌150點了 哦 哦不 漲150點 說錯了 然後之後可能才是澳幣去不跌 這個時候可能澳紐再去下跌 我們就可以以這個形態吧 包括以均線為主 就可以這樣看 先拉升 然後再下坡 也可以這麼看 可以嗎 這個能理解啊 可以嗎 可以嗎 加油 居 再喝什麼 闡 不 好,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美瑞可以放低买入的 因为昨天我解析的时候也讲了 看昨天那个跌幅 如果只跌到0.4 没到之前一半 应该是个买入的时机 包括这个位置都是可以买的 因为前低 就是说昨天低位 就是说明它在破位的时候 力量有所谓的衰竭 之前的下破力量都蛮大的 不管是这里 还是这里 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下跌 昨天破位没有 有可能是衰竭 所以这个位置是可以买的 空间啊 空间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吧 它这个地方还没那么顺畅 就上行 所以先看到0.9750 上看100点左右吧 然后再说很明显的事情 什么时候这个阶段会过去 我也不知道 看情况吧 因为可能市场还是现在对于今年的整个经济形势吧 可能大家的看法可能差异性可能比较大 就是说包括对特朗普上台以后到底是支持美元上行 还是支持美元下行 现在可能大家还都没有定论 对吗 有点什么 对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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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可以去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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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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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没关系 有所有行情是这样 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好的教育机会 我平常有时候看150点不做 有时候能看到50点100点还跟你们说一说 现在连这个空间都没有特别大的把握 有时候看的 有时候内调 hoch 你还没听懂 有时候还没听过 其实过过就好了 他现在实际上一般来讲这段时间 就是说刚开始做家里人特别开心 因为他都是怎么讲 就是说你几乎不存在说你扛一扛 然后扛不回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扛得回来 要不就是走一些单边的行情 不喜欢 你就一直往那边上坐也都会对 对于像交易几年的人 你脑里边可能有好多那种乱七八糟的形态 这个时候就惨了 我也有 我也是这样 现在的话那天跟学习员还聊天呢 就是我现在的节奏是比市场快好多 就我比如说我觉得纽币是在费能之前拉升 他就不拉升 他要等到费能那天拉升 这就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 没什么问题 没关系 很正常 纽团队对日元 低息 我不是纽币我是看空的吗 你要说你买入 包括日币现在也没迹象 表明他要反弹 所以不建议 你要去买 我觉得有点危险 主要是纽币我是看空的 一般来讲单一费比我看空 一般交叉盘 我一般不会向反向去做 如果我向反向去做的话 我就没有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纽币看空 然后我要去做纽日的多单 那我还不如去做美日的多单 我去做纽日的多单干什么 一般来讲到一个地方 我准备做空塔 即使上方还有一些空间 我一般也不做多了 对吧 等机会嘛 做空嘛 没打算加仓 对 这个单子我是想做到一年半的时候 过来那边我还真不清楚 对 要看吧 每日这个品种 说实话 我是觉得后门又回到一个横向期 之前不是震荡下行吗 但是觉得它后面可能变成震荡上行的概率也比较高 但是空间不见得很大 主要还是交易的时机问题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如果是按照现在的结构来讲 基本上 纽币吗 纽圆 我这里边好像还真没有 我这里边还没有纽圆 现在的行情 反正我是感觉还是会反复一下概率更高一些 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当然有看一些品种的长线 比如说欧元对澳元 之前解盘我看到1.31 然后有同学在1.5附近做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那做 那个的话 但是那个的话 要等到澳币开始大涨的时候才是 就是说 比如今天欧元不是大跌吗 这很正常 因为欧元下跌了 澳币也下跌了 但是欧元的话 它可能运行到 大概4小时支撑下方一些的位置 但是它可能还有一个反抽 我觉得还是反抽的概率更高一些 那么反抽的概率无非就是来源于这个澳币的 如果假设过两天 比如说欧元在底部徘徊 澳币在顶部徘徊都不动 然后后面它一起可能开始跌 比如澳币也跌 欧元也跌 可能还是在地方小幅度动 但是如果到末端的时候 澳币的跌幅大于欧元 那么它就会向上反 好向上反 说反在哪 不知道 到了一个位置 然后可能 澳币从底部开始大的上涨 然后欧元的可能不动 那么欧元可能再次下跌 就说这个形状 所以 还是比较复杂的 它不会这么顺畅 反正远端我看的是 它有可能会走到 走跌破1.36那个地位 1.36 就是 长期的一个地点 就这个地方 1.3626 我认为它会跌破它 跌破它的话 但是应该不会跌到前米.15 应该不会 1.36跌完一到1.31附近 我觉得差不多 应该就是低点 好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交易机会 我还是觉得它会有一轮下行 下行以后 我会去买入它 这个一直在这么看的 没动过 没有啊 我做这个黄金单的话 都是有我自己目的 我之前想去尝试的 这次是想做一下 其实也有失误 现在已经算是半失败 因为它毕竟破了高点了 如果不破可能是对的 所以我还要看它后面的一些变化 对 是增加我自己的盘盘感的 后面的话像其他的交易机会 你们就问这就好了 比如说澳币的上涨 英镑下跌 对 然后欧元上涨 这些都很有机会 黄金 我黄金在 你听得完 我黄金在之前的高点 这一天 1292的空单还拿着 也不说了 我是等两次拉回 然后看看后面整个走势的变化 因为这是一个州级的 想做的一个州级交易 如果它是一个顶部的话 下行 所以我一直在等 也会有失败的可能性 但是我就是有保护的 我是同时间做空的每日 所以对冲下来还是获利的 没有赔钱 下一次周线机会 下一次周线机会就是澳币的大跌了 就是澳元的从如果它上行到50.82到83这个附近 从这边开始是新的一轮下跌的开始 然后这个边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形态出来 因为它不是月线压力位吗 它如果下跌的话是正好是一个周线的五浪结构 所以周级的五浪结构的话 反正挺长的吧 三四年了需要 其实有2B的下跌 在这个位置 明天看一下吧 明天 也未必了 也未必了 像黄金这个单子最多是有800点 现在是零 只不过每日那边还有转 这个最拿的最长 因为之前看了很多书 以前是不理解 以前最早的 现在之前一两年开始慢慢理解 现在是想往大的更大的地方去做 所以要忍受这种拉回 就我已经做的点位已经很极限了 但是还是会被拉回到接近到零 甚至于复制 就是忍受 就跟你做股票一样 永远超不到最低点 但就要忍受整个的震荡的走势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市场好像都在等 毕竟是比较大的事情 拿酒的原因 资金量的问题 就是一般来讲 市场的资金量有容量的 对 为什么就举个例子 你可以去调查一下 去年的整个外汇市场里边 最好的一支基金大概是 八千万的本金 然后最后赚到了 是三千五百万 然后是百分之 不到五十 接近五十 我记得是 那是去年整个统计下来最大的 就是在规模角度上千万资金量的这种 美金的这种规模的基金 然后它是盈利比是最高的 对 百分之五十多 像上亿的以后 大概都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 你们要思考这是为什么 以后再说 这些事情 关于可控资金的问题的话 目前大家也都接触不上 没必要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我们明天看一下结果 那是肯定的了 对 你给我这么大私信 我也不敢做单一凭证 然后不做对冲 当然也有可能会做了 你有可能会做单一凭证 看情况 对 实际 看实际情况 好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见 今天晚上也就看不出来 没感觉美朋友啥机会 大家晚安 那我们明天晚上再跟大家去 看下市场变化 我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